安理爱自报被某男艺人偷鸟身材,托宗康警告他小心被封杀。 近期被狗仔拍到,因刘狗事件而声名大道的国光女神安理爱,回娘家参加三里都会抬国光帮帮忙之大哥是对的节目,他与其他女艺人进行了一场下半身身材选拔。 拥有有黑健康腹色的安理爱被来宾班杰奎说是翘臀只得六分,他更自报上节目时曾被某男艺人偷鸟好身材,另在场大哥妥宗康,孙鹏,屈中鹏马上大喊说,得罪了线嫂,就等于被封杀了。 属于东方女生娇小体型的安理爱,节目中被安排光看身材,不露脸出场,主持人拓宗康夸赞有身材有练过,竟有穿字机,应该是运动型正妹,而看在来宾班杰眼里,他笑说,因为年轻时曾被东方身材骗过,所以只评六分。 是的安理爱一线身忍不住生气的诗说,是谁说我的翘臀只有六分,吓得众人直呼大嫂来了,得罪不起。 由于安理爱曾阵国光女神,也因在国光帮帮忙之大哥市队的钟枕路头角,既然回娘家上节目,也在大哥们见证下,他爆料曾因穿住她性感在上节目时,被张立东,吴俊等人偷鸟好身材,并在现场撒娇要大哥们替她平平礼, 主持人妥宗康也顾不得张立东的澄清,开玩笑说现在这两个人已经被献哥封杀了。